接下來由康熙、湯泰夫 您繼續 這個場所是五點鐘結束的 五點鐘結束 因為我們租的時間就兩點到一 謝謝各位前輩 給我這樣一個機會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自然意趣原理概論》這本書 這本書可以說記得我三十年的思考在裡面 現在大概還有四十五時間 我就比較快一點的把它過一遍 這樣每一本書都在大家的口袋裡面 我說一遍以後的話 我綠過一遍以後帶大家回家看的就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這本書幾乎是全新的概念 好 那我就不啰嗦太多了 首先我想 我們翻開第六頁 第六頁呢寫的是什麼呢 第六頁寫的是健康宣言 健康宣言 那麼一千個字 這一千個字的健康宣言 我覺得非常重要 它給我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現在所處在這個時代 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的時間點上 好 這一千個字的健康宣言呢 大家看 然後我來唸 健康宣言 二十世紀 西方醫學 在物理學和科學技術革命中 吸收了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技術方法 並成功的解決了外原性疾病 但是另一方面 卻深深地陷入了內原性疾病的深淵 而難以自拔 東方醫學 在西方醫學強大實力的擠壓下 退卻到了一個小小的舞台 東方醫學 自身古典哲學師的思維方式 也把自己束縛起來 難以於現代科學的邏輯體系上結合 內原性疾病 是片越來越濃厚的烏雲 正籠罩的整個醫學領域上空 健康問題的空前危機 必將釀成一場前所未有的醫學變革 二十一世紀已經拉開了這場變革的序幕 這是一場新思維與舊思維的碰撞 是智慧與知識的碰撞 是良心與金錢的碰撞 當今社會 智慧被知識存綁 良心被金錢綁架 生命科學被非生命科學駕馭 人力醫學被機器醫學取代 整個醫學被引向 程序化機器人醫學 病 已不再是人的病 而是細胞的病 是分子的病 是基因的病 生命自然的本質 被額發無幾 生命系統的完整性 被載割的體無完伏 現實生活中 人們看到的是 醫院的大樓越蓋越高 醫療設備越來越新 醫藥產品越來越多 醫療廣告越多越大 但是 人們的真實感受 卻是恰恰相反 醫院的病人越來越多 醫療收費越來越貴 醫療保險 越賬越高 治病難 治好病更難 等了小病危機一場 等了大病 倾家蕩產 人才兩空 總之 醫學在進步 健康在後退 人們陷入了空前的困惑 現在 到了該覺醒的時刻了 要通過這疾病的牢籠 靠的不是什麼神丹妙藥 而是我們自己 自我生成 自我更新 自我調解 自我修復 自我修復 自我遺傳 是生命自然之本能 內在之動力 健康之根本 農民 將大樹的種子 種到土壤中厚 使用礁水 施肥等 照顧好環境而已 這個種子 如何長成大樹 是那個種子之道 而不是農民之道 同理 我們的細胞 如何調解與修復 是細胞之道 而不是醫生之道 生命的本質 是含藏在細胞核中的 DNA信息資源 而不是外環境當中的物質和能量 生命系統 是依靠著DNA信息資源 來整合環境中 吸取的物質和能量資源而形成 因二 生命系統 與環境 必然的形成三個 交換流 物質流 飲食與排泄 能量流 呼吸運動 心息流 碎眠與思維 健康出於這三流 疾病 也出於這三流 健康與疾病 是同一生命系統中的 兩個相互轉換的狀態 同源而易壯 讓生命與生活 回歸到自然的本質層面 是這場醫學革命的最重要的邏輯起點 醫學變革 絕不是單依靠 醫學體系自身的發明創造而推動 而是依靠每一個人 建立起的新的健康觀而實現 堅信吧 用生命的偉大 一定可以戰勝疾病的強大 健康將在自覺自救智慧的陽光下 獲得自由 這是這個 我們 這個從 健康訓練裡邊 我們要知道我們現在的一個 時代的一個特點 就是現在的一群危機 這個深刻 不管是西醫和中醫 都面臨著他各自的危機 就是他的現象 就是 四大內院性疾病 高血壓 心臟病 糖尿病 癌症 現在 困惑的全世界 那麼 在這種情形下 OK 在這個情形下 所以 這場 醫學的變革 它是 事在 必然發生 也說 我們把它概括起來呢 就二十世紀 我們叫做疾病 醫學的時代 是 你得了疾病 去看醫生 那 二十一世紀 它必然轉向 叫做 预防醫學的時代 也就是說 解決醫病的果 這個二 疾病的醫學是解決疾病的果 预防醫學是解決疾病的因 那麼 在這樣一個 大失所趨的 這樣一個條件下 啊 那麼 現在呢 就是 第三醫學 就是自然醫學 它就應運而起 那麼 既然現在 東西方醫學 都面臨的深刻的危機 所以 廣泛的自然醫學 在自然療法的 這個基礎上 它就上升到一個 必然要興起的 這樣一個 實在的使命 好 那麼 現在在這裏邊的話 我寫這本書呢 從 它的 它的 思維角度是什麽呢 就是 從 現在思考 生命是什麽 從這樣一個 最基本的 也最根本的問題 開始著手 那麼 在這本書裡邊 放了三篇 這三篇裡邊 這個 第三篇 講的是 自然哲學中的生命原理 那麼 這篇文章呢 講的都是一些 很抽象的一些 哲學原理 但是講的是 生命的原理 那麼在書裡邊 給它放到第三篇裡邊 為什麼呢 因為它看起來非常的抽象 許多人呢 恐怕 就是對於大眾來講的話 讀起來比較困難 所以放在第三篇裡邊 作為選讀 那麼在今天在這裡邊呢 我把它先拿出來講 因為這是整個的 自然醫學原理的根 那麼 在這篇文章 在這一篇裡邊 有幾個光點 因為 裡面的東西太多 那麼我挑幾個 比較難懂的地方呢 跟大家來採示一下 那麼第一 就是 屬性信息的比如 它確定了 物質 能量 時間 空間 自然哲學的新的一個國家 在整個的自然 在整個的一個自然界裡邊 無外乎就是五個最基本的量 物質 能量 時間 空間 這四個量 辨定了整個自然科學的基石 所有的物理化學的 這樣一些物理量 化學量 全部由這四個量 它推倒出來的 所以 這四個量它就是基石 那麼 在 在 在現有的自然醫學 在現有的自然哲學裡邊 引渡了 這樣四個基本量以後呢 它就成功的解釋了 物理世界的運動規律 那麼所謂的物理世界呢 也是說 非生命領域 但是在解釋 在解釋生物世界的時候 它卻面臨的巨大困難 那麼這就是什麼呢 因為 在物理世界裡邊 所描述的系統 它都是非生命系統 所以 信息這個概念呢 並不重要 而在生物世界裡邊 每一個 生物有機體 都是一個完全 完全由內部信息 製造下的生命系統 那麼這個時候 信息的概念 也就是決定性的 沒有信息的概念的參與 就無法從本質上完整的 深刻的闡述 生物世界的規律 那麼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據說 我們現在的生物學 我們的醫學 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 生物學裡邊的所有的知識 它的 它的規律的東西 都是從物理學和化學 從自然科學當中引入進來的 那麼 它 這樣一個 它 這樣一個思維 它 它就把 用解決 解決非生命的 解決非生命系統的 這樣一個概念 也不能叫做還原論 所以呢 現在 即使我們 自然科學 把分子 原子 都描述得很清楚了 但是 也沒有辦法 把生命 歸結為 一堆分子的運動 這就是現在 自然科學 它所 面臨的 它的基本問題 好 那麼這樣一個問題 一直在困擾到 科學 與生物學 大家不斷地在探討這些問題 但是不知道怎麼來解決它 那麼在這裡邊呢 我三十年前 讀中學的時候 我接觸了一本書 叫做《自然編論法》 從那本書裡面 我知道了 哦 原來描述整個 自然界圖景的 基本的概念 是物質 能量 世界空間 我從此 對這四個量 就非常的感興趣 那我就不斷地思考 究竟什麼叫物質 究竟什麼叫能量 究竟什麼叫時間 究竟什麼叫空間 這四個讓你深入的 幾乎用到三十年的時間 那麼把這些問題的話 沒關系 啊 OK 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以後 那麼我就發現啊 原來啊 現在我們在自然科學裡邊 啊 它在我們的生命科學裡邊 它缺少光是靠著四個基本量 四個基本概念是不夠的 它少了一個信息的基本概念 你一旦把信息這個概念 作為物性把它引入進來 突然就柳暗花明又一出 好 那麼 信息這個東西 這個基本概念是什麼概念呢 我把它重新定義了一下 因為信息這個概念呢 現在的話幾乎大家都知道 信息這個時代 啊 信息都有學學就不下四十個定義 但是都是都沒有把它 歸結成一個物性 從這個本質上才能定義它 信息幾乎把它看著是信號 而不是物質本身的一個属性 那麼在這裡邊 我把信息定義為什麼呢 它是事物運動時 其內在的規定性 與外在特定性的總和 我們稱之為属性信息 属性就是物性的一個属性 基本属性 那麼因此在自然界中 任何事情都必定都必定存在著 多種形態上的物質属性 多種形式上的能量属性 和多種層次上的信息属性 所以任何事物 它固有的三 它這是事物固有的三大属性 它是不可分割的三性一體 什麼意思呢 任何事物 它必定存在它的物質属性 它的能量属性 它的信息属性 這是它固有的属性 好 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麼我們就發現很多問題 引入了這樣一個概念以後 那麼自然哲學 它就變成了五個概念 除了物質能量時間空間 加上了一個信息概念 那麼這五個基本概念 就作為自然哲學的一個概念體系 來形成了它一個理論的一個體系 形成了一個邏輯化的一個理論 框架 那麼這本身 它把物理學和生物學統一起來了 它把科學和哲學統一起來了 那麼更重要的 它尤其是 認識了生命的基本属性 所以在這裡面的話 這書裡面的話 有一些闪述 我不能慢慢展開 那麼就是這個呢 就是引入屬性信息 就是一個光點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信息的重要分離 信息的分離很多 那麼在這裡邊 編碼信息與非編碼信息 這樣一個分離 就找到了 為什麼信息它可以描述生命 這樣一把鑰匙 那麼我們從這裡邊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編碼信息裡邊 存在著什麼 就自然編碼和非自然編碼 那麼在自然編碼裡邊呢 基本上就是兩種編碼 一個是DNA基因結構的 一個編碼信息 那麼另一個編碼呢 就是蛋白質結構編碼信息 這兩個東西所產生的功能 是不一樣的 DNA基因編碼 它是在生命 個體系統中先天的 具備了豐富的DNA信息資源 那麼這就稱為生命力的資源 生命力哪來的 生命力是 這是這樣的一個DNA的 一個編碼的信息資源 從遺傳來的 下面我會繼續講 然後你看蛋白質的編碼 它形成了什麼東西呢 就在人力後天大腦中 含有相當豐富的蛋白質 結構編碼信息資源 它形成了我們的意識 成為精神資源 所以人 它有兩個資源 一個 它的生命力資源 另外一個 精神資源 都是由 我們自身的 這個 自然編碼它才形成的 好 你看 生命系統裡邊 生命系統 它對應的就是自然編碼 這個非生命系統 我們把它分成生命和非生命 在生命系統裡邊 它對應的一定是自然編碼信息 那麼非生命裡邊 在自然系統裡邊 它對應的是非編碼信息 我們把它從系統的角度來看 它裡邊 它是非編碼信息 在機器系統裡邊 它對應的是人工編碼 比方電腦 它是人工編碼信息 那麼社會系統 它對應的是人工編碼 文化系統對應的也是人工編碼 那麼這個書裡邊 它詳細它有 就是它所對應的 好 那麼我們從生命的四個等級 四個等級裡邊 我們來區分 我們用編碼信息 我們來區分它 我們就看到生命內部的一個規律 在微酸物裡邊 它對應的是低捏編碼信息的初級程式 在植物裡邊 它對應的是中級程式 在動物裡邊 它對應的是一個中高級程式 在人力 它對應的是高級程式 所以在整個自然界的演化 進化到進步 它充分體現了信息的量與值的統一性 好 那麼這裡就得出一個結論 所以 進化 進化的本質是什麼 是信息在進化 你比方說 我們從一個生命的個體來看 生命的個體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受精卵開始 這個小小的受精卵 我們從資源的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我們從物質層面來看 在物質層面裡邊 一個小小的受精卵 要用物質放大四百倍 也就是說 頭髮絲的四百分之一 你才能看到它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它的物質含量忽略不盡 第二個 這個小小的受精卵 它在能量層面上來看 它的活動能力非常的微弱 所以能量資源忽略不盡 但是它含有了豐富的DNA信息資源 說這就是生命的本源 這就是生命資源 所以生命的本質它不是物質 不是能量 它是信息資源 好 那麼我們用了信息論 屬性信息 我們就可以來定義生命 現在為什麼科學和醫學統一不起來 和生學統一不起來 現在最大的難點 就是在目前我們科學一直發展到今天 對生命無法定義 定義不出來究竟叫做什麼 生命 用物質能量的時空這四個量定義不出來 因為定義的最後 就把生命歸結為分子 原子的一對運動 好了 有了這樣一個屬性信息的概念以後 我們可以把它 生命就可以定義了 怎麼定義呢 凡具有有遺傳而獲得的DNA 基因編碼信息資源的有機體 稱之為生命機體 或生命系統 凡是有 你就是生命機體 沒有你就不是 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明確 一點都不含糊 這就第一次 對生命進行了比較嚴格清楚的定義 好 那麼 這裡邊 書裡邊談到的一個什麼呢 生命的基本的軟結構 生命裡邊它有它的硬體結構 所以西所研究的機構結構 但是它也有一個軟結構 也是它的軟體結構 它的軟體結構是什麼呢 它是信息好散結構 這個好散結構 這為什麼加了好散結構 沒有信息 好散結構 這是1979年 這個比利時的一個科學家 他在進行大量的化學研究以後 總結出了一個 就是當一個系統遠離平衡太的時候 它這個系統它可以從無序走上移去 它這樣一個理論 而且用這樣的一個公式來表達 把這個拿掉 用這個商的表達式來表達 拿到了這個諾貝爾獎 因爲什麼呢 這裡邊它有非常重大的進化意義 這裡我就不展開了 那麼現在呢 有了這個生命定義以後 我們 我們我在它的這個表達式裡邊 就增加了一個量 增加一個什麼呢 就增加了一個DNA本身的資源的量 那麼這個量 那麼這個量 它就意味著說 整個 生命的負傷 它不是由環境它所供給的 而是由我們 DNA本身遺傳所獲得的那個負傷值 那個信息資源 所以呢 在這裡邊呢 就說這個 這個DOS 它是由遺傳而獲得 原始的DNA的信息編碼資源呢 它呢 是原始的DNA的編碼資源 它是 因此在受精管當中呢 這個DOS 是生命科體中 初始最大的負傷值 那麼在這裡的很專業 就是我就不把它講的太多 這個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OK 那麼在這裡呢 我只強調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DOS啊 這整個的這個資源 我們生命的資源 是一個有限量 它是一個有限量 它不但在好散 那麼這個好散 與什麼有關係呢 DOS的好散速度 對應著生命系統的混亂程度 即混亂程度 是吧 你混亂程度越高 好散速度就越快 生命的有序度 越高 它就節省了生命的DOS 它就越多 什麼意思啊 所以為什麼 人生氣上火 算了就快 因為整個的生命系統 大量的混亂 它就大量的消耗DNA的資源 它就整合它 保持身體 規定的那個有序度 生命的最基本特征 它就是與外環境的交換中 還一直能保持到高度的有序 這是生命的最基本特征 所以有序這個概念 將來會作為一個 對生命評價的一個 最重的一個概念 有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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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結構的話 我們就 就不講 因為好散結構實在是太重要 但是沒有時間在這裡就講了 好 在這裡邊呢 就總結了是什麼呢 生命的本質 生命的本質 它不是物質 不是能量 而是信息 所以這就徹底改變了人民的觀念 而且用一個新的觀念 來評價 來衡量 生命它的價值 好 生命系統的三大功能 我們現在不能定義生命 但是 它只能描述生命 描述什麼呢 生命有三大功能 第一個 新人代謝功能 第二個 因機反應功能 第三個 複製遺傳功能 好 那麼這三個功能呢 我把它 用另外三 這個 另外的表達 來表達 就是 新陳代謝功能 實際上是什麼 是自我生成與自我更新 應機反應功能是什麼 是自我調解與自我修復 這個 複製遺傳功能 就是自我複製自我遺傳 那麼這裡頭實際上 也就是說 這就是我們所謂說的 叫自然妖能 它是從這來的 所以 就把這個自然妖能 既然放到了科學的根基上 它不是不科學 是科學 意識 用了這樣一個信息的概念 我們可以 不僅可以定義生命 而且可以定義意識 意識到底是什麼 意識 是人類運用語言和文字等 這個 超向的信息元素 經過大腦 反覆地進行 邏輯化 抽向思維的過程 所產生的相對穩定的 淡白質編碼信息邏輯 我叫信息包 那麼這裡叫套裝成事 稱之為意識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意識 這個意識這個東西啊 它這麼形成的 就是說我們人類 它運用語言和文字 這兩個抽象的信息元素 我們知道 信息許許多多 但是 信息本身它的特性 分了形象的信息元素 和抽象的學衍 什麼叫抽象 抽象就是說 雷開了那個象 你還能表達 比方說 我現在在這說火 火這個字 我說發音這個火 並不是火 但是大家都知道 火它的性質 發光發熱 燙手 但是你給 你給小狗說 小貓說 它不明白 文字我寫這個火這個字 它不是火 但是 我寫了以後大家都明白 這就是抽象的信息元素 所以人類獨有的 它會運用抽象的信息元素 進行邏輯化的處理 那麼 產生了一個相對穩定的 一個 軟體 一個思維程式 一個軟體 所以 那個軟體的程式 它就是你的意識 就好像說小孩子在一年級 它一年級有小孩子一年級的思維 它有它的邏輯 所以 一年級的小孩子 不可能輸出 中學的話 為什麼 因為它的邏輯程式 它就是那個水準的路 就好像是電腦裡面的軟體版本 它是第一版 第二版 我們知道現在Lindle是一八 Lindle八 和第一第二 它是在邏輯化的程度 它也不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 我們要不斷的通過學習 幹什麼 是在upgrade你的這個邏輯化程式 再裝普通的軟體給你的意識 所以你到了大學說的話 就和初中就不一樣 初中跟小學說的話就不一樣 而且它是相對穩定的東西 所以 在這裡面 意識 意識只是我們人類獨有的 因為我們是會處理這個抽象的信息 所以動物不具備 動物是具備心理 心理因素 但是它不具備抽象的意識 好 那麼 這樣也把意識這個東西 長期被人們 困惑人們的 一個非常玄學的東西 把它回到了科學的層面 意識的深度與什麼有關係 意識的深度取決於你這套 城市的邏輯化的程度與高低 埃恩斯坦 它為什麼它處理物理學的時候 它會達到世界頂尖 這就說明它的物理學的那些信息 本身的處理點 城市的邏輯化程度最高 所以 在提醒了人生 不必須 不要忘記 學生的所需的 動物 重點 我拿去 所以 就是說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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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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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自我运动 这个自我运动 它就体现在自我生成 自我更新 自我修律 自我调解 自我遗传 自我复制 因此生命的这一段 就是作为我们现在 来这个 我们现在建立的什么呢 首先再把生命 它的律搞清楚 有了这样一个新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 是说生命到底应该怎么活着 它遵循的什么律 你就非常清楚了 用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把它运用在医学上 就真正的实现了自然医学 因为生命是自然的产物 它必然要遵循的自然的律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理论里边的框架 就是三流理论 什么叫三流理论 就是说生命这个系统 它要活得好 它必须有环境 有物质流 能量如信息流 这三个流 这三个流里边 物质流 就意味着吃和排 能量流 就是吸和呼的运动 信息流 就是睡眠与思维 就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在这个理论体系里边 它向下伸 它伸到了 OK 我看表还有五分钟 然后还有一分钟 就是说在这个自然医学原理里边 它向下伸 伸到物质能量 时间空间 在这个底下 再没有什么东西可 可看的了 它是最深的 它浅 浅到维持生命的三个基本活动 吃 睡觉 呼吸 不能再浅 所以它是深入浅出 那么好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那么就是 从中就建立起来了 它的诊断学 病因学 治疗学 模式 养生学 等等等等 它就变成了一个 独立的一个医学体系 它与西医没有关系 它与中医没有关系 它与中西医都不打架 但是 它也都 把它们三种医学 都融合在一起 那么 具体的里面的话 大家可慢慢看 如果有什么疑问 我们可以进行交流 好不好 现在时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这个 很为难 这个张大夫 这么深刻的东西 他在很短时间 把它讲出来 非常不容易 我有几个问题 要请教张大夫的 第一个 热力写的第二定律 热力写的第二定律 它物理上的话 它是针对一个 Cro-System 那么生物体 它的话呢 怎么应用 Entrophy这个观念 那么 我记得说的话呢 以后有机会需要再详细一下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现在的DNA 因为 百分之二的DNA 它是针对的 但不是说 98%的DNA 那方向 不知道 所以 这个是 用DNA来解释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这个我们也需要的话 进入过去聊天 这个问题实际上 解释起来也很简单 对对对 好 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 禅宗 为了到家里头 强调就是说 不经过语言 不经过文字 的这个直观 也是禅宗所说的禅 对不对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这也 犯了问题的话 供大家 和共同思考 其实我用一分钟的实践 因为这个 所长提的问题 的确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 非常的 这个 这个抓到的点子 那么第一个热力学历 这个东西我就不解释了 因为解释起来 大家呢 大家对就不是很感兴趣 存科学的东西 我讲 就丁眼里头 为什么只有两个percent 它是可以编码的 剩下的它都不编码 其实在 现在的科学家 大多数科学家呢 它是不是科学家 是科学教 它不研究哲学 在认识论里边 编码 这个信息的编码 而且发现的信息编码的话 它有个特点 就越越是 这编码 在丁眼里边 越是高等的动物 它的非编码区域 它越多 那么这科学家叫做什么 就是这些junk 垃圾 没有用 可能在长期进化里边呢 这些垃圾 错 很错 错在哪里 身体绝对是 它不好生垃圾 那么这些 非编码是什么呢 其实来讲 我们编码 我们只认识到 它编蛋白 也就是编材料 那么在生命 这个体系里边 它有三个基本的 在认识 在认识论里边 三个层面 第一个材料 第二结构 第三个关系 所以 现在科学家 只看到编材料的层面 也是看编蛋白的层面 编结构 不明白 编关系 更不清楚 所以呢 说科学家断定 说 在这里边 垃圾 就说明 他们对哲学的水准 实在是低的可怜 第三个 就是说 编中讲 不尽 在智慧这个东西 和知识是两回事 智慧是从里边生的 智慧是从外 知识是从外边学的 所以它俩 第一个 就是说来源不同 第二个 知识和智慧 它本身来讲 是什么呢 它们的功能不同 智慧是决定方向 知识是决定工具 实际上它是个路线 所以它的功能也不同 那么智慧 为什么里边会生智慧 也说 DNA本身的 它自身的高度的 和谐 那就是 那就是所谓的自信 就是自信的平和 就是和平 就是心难 就是安详 就是它自身本身的背景信息 背景状态 它就是一个非常的和谐 当我们的脑 用我们的意识去干扰它的时候 就产生一些本乱 产生了一些不安 说打坐坐禅的 这个最基本的 实质上的意义是什么 就降低意识 对DNA 这整个信息层面的干扰 当降低它的干扰 降低最低的时候 自身的有序性 它都高度的表达出来 这个高度的有序 就是和谐 就是空 就是近 所以这是生命 它自身的 说也把这些 把我们坐禅的 打坐的 佛家讲的 说这个通静的东西 也用信息科学的角度 来把它表达得很清楚 OK 跟时间定性 谢谢 中国大陆首席新 这个社会学家 叫沸孝通 这几句话 给大家分享 我们将三自古多其事 武林永无敌人 古今中外 人人背出 那么那怎么办呢 自然学有人这么批评 他说各说各话 各以为他 各离山头 什么话都有 其实 沸孝通是这么讲的 沸孝通教授 他说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一共 天下大同 回归到中华文化来 见贤思其 见不贤当内贤 于是要有人创新 要有人敢想 要敢说 这算重要 所以呢 今天的时间 有限 我相信 今天 又是今年的 一个开始 然后 我们尽我们的能力 来尽量办 这样的会议 还有我们可以通过 现在的 晚进网路 那么我下面的工作 就是 再把自然预设文章 继续把它创办起来 那么各位 有什么文稿 有什么赐教 可以通过 大家都有信封 可以提供到我这里 但是基本上呢 我们还是会做些筛选 很抱歉 那么如果 你的 有见地 我们一定为你献床 如果在某些时候 值得有探考的地方 我们会向你求教 见贤思其 见不贤 当内贤 谢谢各位的利益 谢谢